好 其实除了食疗跟茶饮之外 另外在中医 我们用按摩的方式 也可以教我们怎么样 可以抵抗在秋天 容易爆发的呼吸道疾病 对不对 罗医师 其实我们的话 最常用的就是一个坦中穴 坦中穴 常听到 对 它其实是我们身体气的一个来源 它找的方式其实就是凉乳的中间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韧脉的一个部分 它其实按下去 我们平常自己按压 它会在胸骨 胸骨的这个部分 那你按压的话 可以先吸气 然后吐气的时候按下去 停个两三秒 它主要的话是补我们的一个废气 所以你如果常常讲话 会觉得讲一讲就没有气的人 或是爬个楼梯 就很容易喘的人 其实可以多按坦中穴 这个穴道的话呢 这个穴之前有人说这个 这个天土的话 它其实是像我们一些咳嗽 感冒的咳嗽的话 或是一些那个气管的一些 那种像气喘的疾病 可以用天突这个穴道 那我们之前夏天的话 我们会做那个秋季的那个 夏天的三幅贴 就是秋冬会发的这个气喘 那会把药就是贴在天土这个穴道 OK 而且它其实也是顾我们整个气管的一个穴道这样子 好 除了谭中穴之外 另外的话 我们背后还有一个穴道 我们这个背后的穴道 它叫做肺书 那个肺书的话 它其实它也是对异 因为我们其实身体的所有的经脉 在背后的话是一个所谓的膀胱筋 那很多像它这边有一些那个名称呢 它是跟我们的内脏像肝啊 胆啊 皮啊这些 就是在这个经脉 它是通到我们身体的内脏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它可以保护我们的一个肺部 那像如果你是比较像有一些什么 那个过敏性鼻炎啊 或是一些慢性的咳嗽 就可以按这个穴道 所以如果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等等的毛病 按起来会特别酸 对 就是其实像我们那个膀胱筋这些穴道 如果你是这些脏腑有问题 它其实按压会有一些酸痛的感觉 这边其实按起来都很酸 对 其实如果你不是很确定位置 你从上面这边慢慢按 它都是通 所以整条都是我们的 按错也没关系就对了 对 顾我们的肺筋 这几个穴道都是我们顾 顾我们肺的一个穴道